一带一路倡议到底怎么样? 共建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 中国同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 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 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世界上范围最广 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 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 非洲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最积极的地区之一 得益于一带一路 非洲许多国家拥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 第一座跨海大桥 第一个工业园区 非洲大陆有了第一所设施完善 覆盖全非的疾控中心 非洲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批评别人是容易的 难的是比别人做得更好 我们期待美国拿出真金白银 为非洲的发展振兴 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